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之前我有录了好几期节目 给大家介绍这个在国内如何 在不把卡的情况下 在手机上安装这个海外版抖音 TikTok的方法 那也收到了很多的好评 今天来讲的话 趁这个新年的第一天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说在这个手机上 用这个VMOS虚拟机安装TikTok 也是不用把卡永久有效的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到手机上 先说明一下 我这个手机是荣耀的 荣耀手机 OK 这个是我之前的安装的一个TikTok 那要打开它的话 必须要给它创造一个 就是科学上网的环境 大家看到我这里已经有了 那我们打开演示一下 OK 这个是没问题 可以正常的刷正常的使用 OK 这个是可以正常的用的 没问题的 好的 我们把它关掉它 现在我们来演示如何装VMOS VMOS虚拟器 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这个地方直接输入网址 OK 到它的官网以后 我们下载这一个VMOS Pro download的 这一个我们点击下载 点击下载 OK 大家看到现在正在下载 点击下载 小整片刻 OK 这里已经下载完毕 我们打开一下 我们点允许 这个地方点继续安装 OK 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 OK 大家看到 安装成功 我们双击打开它 这里点同意 这里点进入VMOS Pro OK到这个地方以后 它需要获得一些权限 包括这个全服装 乘储的权限 我们给它收一下权 点击这里 点立即设置 OK我们找到VMOS 点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给它打开一下 OK 打开完了以后 是否允许访问这些东西 我们点允许 好了来到欢迎见面以后 这边一个是我是老鸟 一个是我是萌新 我们点我是老鸟 OK点进来以后 这里添加虚拟期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点展开全部 展开全部 OK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装一下谷歌的一个 谷歌版的一个谷歌Play 这一边的话 它是类似谷歌服务的 类似谷歌服务的 是不需要这个 谷歌框架 不需要安装谷歌三套件都可以的 那我们这里点击安装一下 我们安装一个高版本的7.1的 我们同时把这个安卓7.1经典版的也安装一下 OK这个下载速度取决于你的网络的速度 你手机网络的速度 我们稍等一下 OK下载完成以后 我们点添加 使用本应用时允许 OK 啊也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 啊 时钟允许 现在他开始安装 OK 这个安装成功啊 安装成功 安装完成了啊 已经安装完成了 OK 我们把这个谷歌普利也添加一下 第一次安装有点慢啊 稍微等一下 OK我们返回正确啊 这两个都安装完了啊 OK 大家看到啊 这个普利商店已经在这里了啊 已经在这里了 我们给他移上去一点 好的 到这个界面以后呢 我们有两种办法来按这个tiktok 第一种办法是直接在这个普利商店里面啊 直接普利商店里面去啊 去安装tiktok 去搜索下载 当然的话呢 这个全体是你要现在增期上面啊 就是这个返回增期 这个增期上面 你要创造一个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啊 科学上网的环境 有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以后呢 他才可以这个搜索到 他才可以搜索到tiktok啊 OK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用这个办法的话呢 他需要登陆啊 需要登陆 需要登陆 需要登陆的话呢 你有账号你就登陆 没有账号了 那你要重新注册 OK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用谷歌账号登陆也可以 或者说你用其他有账号创建账号登陆也可以啊 都没关系的 那我们先不用这种办法来啊 这个办法大家自己去试 登陆以后搜索tiktok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啊 这个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OK我们今天呢 用第二种办法来试一下啊 安装一下 尝试安装一下呢 我们已经 我们尝试安装一下 已经保存在我们手机上的tiktok OK 这个地方点我要导入 OK 点了以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些手机上已经存在的一些这个 啊 apk文件啊 那我们找到这个tiktok 这个是这个tiktok是我之前已经放在这个手机上的啊 OK 我们选中它 然后点击导入 这个地方是等待写入啊 稍微等一下 正在安装 OK 这里显示是安装成功啊 显示安装成功 好的 我们回到主界面 我们回到主屏幕啊 OK 我们回到主屏幕以后 那大家看到这个tiktok已经是在这里了啊 已经安装好了 在这个序列的环境当中呢 已经安装好了 那OK 现在我们已经这个在增机上面呢 已经创造了一个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那我们在这边又打开看一下 OK 这是我们苏系的一个界面啊 这个地方我们点close给它关掉 这个地方我们点scape给它跳过 OK 这里start watching 开始观看 我们点一下 啊 这个地方我们点no thanks 好了 这个已经是 成功的来到了它的主界面啊 来到它的主界面 那我们刷新一下看看 那可不可以刷 可以刷啊 OK 可以刷完全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完全没问题的 那刷的这个速度取决于你网络的速度啊 取决于你手机网络的速度 OK 很多朋友讲说这个 诶 这是英文的 看不懂啊 看不懂 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下 换成中文的 我们点右下角的这个小人 点一下 然后再点右上角 这三条杠 OK 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 大家看到这里一个language语言对不对 OK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目前默认是英语 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地方呢 它就出现很多语言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啊 这个我相信全世界的语言都在这里 OK 我们画的最下面 画的最下面 我们选这个中文简体 啊 选了以后呢 我们点右上角这个档 OK 档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刷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是都已经是中文了啊 已经是中文了 大家看到 OK 这里已经显示中文了 对不对 非常的OK 好的 那现在是没有登陆的状态下呢 这个点赞跟关注什么都不可以的啊 都不可以的 那大家想要关注或者点赞的话呢 必须要登陆 那这个地方看到必须要登陆 OK 不登陆的话呢 只能可以看看啊 可以看看是没问题的啊 这样正常的刷是没问题的 OK 那目前来讲的话 它是默认是美国的地区 默认美国的也就是美国的tiktok 美国区的tiktok 那假设我们要换区怎么办呢 OK 有办法啊 我们点右下角的个人主页点一下 再点右右上角的三条杠 OK 大家看到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change的region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 就回到我们苏西的这个界面了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设置国家 我们这个地方就点setting OK 那第一个第一个地方就是设置国家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 大家看到啊 这里很多这个国家 对不对 很多国家 那你想这个设置哪个国家呢 就设置哪个国家啊 打比方我们喜欢的小姐姐呢 日本比较多一点 OK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Japan 那是这个了啊 Japan 日本对不对 OK 我们想了它以后呢 我们返回去 啊 我们返回去 OK 关掉 啊 我们返回去啊 我们点了首页 OK 我们再刷一下 这个好像 那现在已经是日本了啊 大阪市 那 已经是日本的小姐姐了 对不对 我们再刷一刷 那 再刷一刷 那 这个是韩国的 那这个是日本的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名古物 也是日本的对不对 OK 那表示说我们换区已经成功了 那这个办法来讲的话呢 就是可以长期的使用啊 也是这个不用把卡的 也是不用把卡的 因为它在虚拟机面 虚拟环境里面啊 不用把卡的 非常的OK 好的 这是一个办法啊 另外一个 大家假设在这个 Google普利商店里面 下载这个正版的tiktok的话 那必须要有一样东西呢 大家要要把它设置一下啊 就是在设置里面呢 我们改一下这个地区啊 改一下地区 必须要改一下地区 这个虚拟机信息这个地方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 我们找的这个国家呢 目前是China中国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改一下 打比方啊 我们把它改成美国啊 我们把它改成美国 OK确定 这个是运营商呢 我们随便选啊 确定 OK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国家已经改成美国了 然后运营商呢 也是美国的运营商 对不对 也是美国的运营商 当然这个手机号码这个是虚拟的啊 虚拟的 那么有这样一个设置以后的话啊 那我们再到这个这个谷歌商店里面 那然后你登陆你的账号以后呢 然后搜索tiktok 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tiktok下载以后呢 直接安装以后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那这个办法也是可以不用拔卡的啊 也不用拔卡的 也不用安装这个谷歌商套件什么东西的啊 都是没问题的 那现在是他正在更新这个应用 正在更新这个应用 那么谷歌普利里面下载tiktok的非常简单啊 就像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一样的 那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登陆注册登陆 然后就可以看到了 包括这个点赞关注啊 什么都是可以的啊 登陆你的账号都是可以的 那这一部分的话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自行演示啊 OK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在虚拟区里面 安装这个tiktok 然后不用拔卡 然后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设置就可以用的了 好的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magnitude 000 000 0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